我想领取空头的项目 这是一个web3的云计算相关的项目 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叫foreverland 那简单的说 它其实就是对标的现在的云计算平台 腾讯云阿里云亚马逊这样的 那只是把它去中心化了 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网站 其实你要放到互联网上 你必须要放到一个云计算的平台上面去 或者一台服务器里面去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去花钱去购买空间 那它这个平台 其实就你可以把你的代码拖进去 但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一些智能合约 这个suclite的一些项目在上面 它可以自动去运行 然后这是一个很新的项目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去领取这个空头 它是在9月15号开始的 总的它是有5000万枚这个代币 只要你按要求去完成它 就可以相应的领取 但这个其实实际上它的目的主要是面向开发者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在它的这个平台上去部署你的网站 按照要求就可以领取相应的代币 同时 而且是鼓励那些真正的有项目的开发者 你部署的网站的反应越高 你获得的这个收益越高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规则 这个是它的整体的活动页面 网址其实就是4 我希望你把这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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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到属于之后 它这里有一个 Fulls landing 这里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活动界面 它其实我们看它有四种获取token的方式 第一种其实就是部署你的整个的项目或者网站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可以绑定你的域名 第一个就是你部署成功的话 你就可以有1000个token的奖励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绑定的你自己的域名 那你就有2000个 第三个其实就是邀请 所以你每邀请一个开发者可以分享他一个总的奖劲池 那第四个呢这个其实是呃就是鼓励大家你的这个部署的网站的访问量 那根据你网站的访问量让大家一起去评分 呃这里你看我的这个显示有点高4万多那其实它应该会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呃那我这个肯定会越来越少啊 其实就是你的网站的访问量占所有参与活动的网站访问量的比 然后去分享共享这个整个激励啊这个大概好像是有1000万美 你看我这里部署了三个啊抄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在这里直接登录啊我这里已经登录好了呃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这个gethub的这个账号才行呃所以呃尤其是他要求是要9月8号之前的也就是说呃你现在如果你没有这个账号你现在进去可能确实你不到呃如果你有账号的话你在这里直接授权登录登录进去之后那这里他有一个project其实就是项目呃实际上 那也就是说你的代码其实就是把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呃 gethub的这个账号在这里我有呃就是部署了这么好几个项目 在这个平台其实你就选择new project这时候他会自动的扫描到你gethub上面的你部署了不同项目那么然后你去选择一个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他右边其实有 这个固定的模板比如说像这个vue就是我用他这个模板去生成的你直接点击去完成就可以了啊其实很简单然后你选一个呃比如说这个是我 刚刚刚建的一个airdrop的一个然后你就部署 一路默认就完成了啊这个我应该已经因为已经部署完成了所以就就我就不实际演示了当你部署完成之后 点到你的这个 呃 账号里 哎呀 那这个时候呃你看这里就是我的呃 airdrop的一个 还是会显示部署成功 部署成功之后在你这个活动页面这里面就会显示已经是finish的 这个完成之后 第二步就是绑定域名在这里就会显示我实际上已经部署了三个 呃然后我其中是绑定了两个域名 这个域名的话可能就需要你要去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域名 如果没有其实去买现买的也来得及因为域名还是蛮便宜的 那比如我就直接绑定了呃我们链茶馆的2D域名 呃我域名在腾讯名上面去收就可以了啊其实 很便宜 然后呃你在部署域名的时候 呃比如说我 操作一个这个 你在点这个域名的时候他这个会提示你比如你看这个这两个是我已经 绑定完成的 那你在如果你没有直接添加就行了你选择你要绑定的一个比如说我就选了这个这个 这个时候会提示你你输入你的域名 假定 我随便输入一个ABC 我用的是2D域名所以一G域名也可以 呃是 呃我就随便输入一个吧 呃哦这个是我是你绑定成的吗 你在这个平台添加了域名之后你需要到你的域名后管理后台去添加一个解析一个 CVM的解析 在这里我这里其实已经 两个已经添加好了比如说我刚才加了Airdrop 然后CNAME 这个这个地址就是 他在设置中会给你的地址你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呃这个我觉得 那完成之后这里就会显示啊Finish的这样的话你这两步基本就已经完成了 那然后邀请的其实就是你自己有个邀请代码你去呃 邀请你认识的朋友就可以了 呃然后另外这个这个呢 流量的分享其实就是 在这里比如像我这个绑定了那你只要把你的网址记录下来 那然后在这里这个是我 绑定好了的这个域名就是airdrop.链茶馆.com这个就是我刚才建的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静态的html的网页 那我把这个网址发送给我认识的朋友让他们去访问 访问之后这里就会有一段 偷偷user就是我的总的用户量 那用户量又多我的Fin 得到的token就又多 整个过程其实就很简单 他活动大概是从9月15号到10月7号 总共的 空头的数量大概是5000万美 欢迎大家去体验 呃这个项目其实整体还是很难判断啊因为信息量还是比较少 但是在链文上我稍微看到了一些信息 首先他是完成了150万美元的一个总基本的融资 投资机构基本上都是国内的啊 分支4 FBG 币信 等等 呃另外呢 呃有一个 一篇对于他们创始人的一个MA 呃在这里 其实就看到了他整个token的这个 呃流通分 这个这个 整个分配 呃我们就看到其实他总量有100亿 所以其实 第一轮的这个空头5000万就 很少 或者说他单价肯定不会很高啊 其实只是为了去 呃早期的宣传而已 呃100亿有50亿是挖矿产生的 那然后有10亿是网关设置 15亿是早期投资人 等等 这些 呃总体来看 呃这个项目总体来还很难去判断 但是这个方向我们是比较看好的 呃因为 整个web3 还是一个未来很大的趋势 呃尤其是这种分布式的零计券平台 一定会有那么一两个平台 呃 FearCoin呢其实仅仅是一个纯储啊 他还无法实现整个的程序的解析 所以他一定会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零计券平台 所以我们看就有类似的这种项目诞生 后面还会有更多变量的项目 也也会用大家推荐 给我们去 去体验使用 呃在提醒一下整个加密货币其实投资还是 非常高风险的 所以如果你不特别了解的话可能一定要谨慎的去 使用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整个空投的链接 以及 投资链接我会放到视频的 呃留言处啊 欢迎大家什么体验 可以欢迎大家关注链卡馆的微信账号 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讨论一些好玩的 新的有意思的球链项目